CCTV5直播有变 中国男男vs澳大利亚 徐杰周琦放狠话 杜丰真第一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最近的中国男男正在墨尔本 正在四渔赛目前的前面两场比赛已经结束 中国队是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 尤其面对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可以说呢也让我们留下了个小小的遗憾 因为本身我们在下半场的已经具备实力能够扳倒对手 所以对我们男男球员来说呢其实也都憋着一口气呢想要在下一场比赛 去证明自己 目前的按照赛选那个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么接下来呢和澳大利亚男的第2次交手呢 将会在7月3号的下午4点40分来进行 到时候呢CCTV5加这边也会进行直播 那么在这里啊这相关的一个直播平台呢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话是有了一个变化了 在此前的中国男男啊开始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是 CCTV5那进行直播 但是后续的话那么他们这个平台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包括直播的计划了也是不断的调整 那么原本这一次啊对战澳大利亚的第2次比赛也是放在这个平台 但是现在呢央视已经更新了他们最新的一个直播平台安排 目前是把这一次中国男的第2次对战比赛了 放在了CCTV5加 所以各位球迷呢也要注意这个平台的收看免得到时候呢 没有找到相关的一个直播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那么这一次啊去对战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男男来说一方面呢是要去证明自己 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个任务呢就是去争取 以小组第1的位置出现 从目前来看来中国队呢在目前打败了中国台北队加上澳大利亚大比分打败 小组前三的日本队之后呢 目前呢我们是以小组第2的身份了提前晋级到 下一轮亚洲军的去的比赛 所以本身我们是没有太多压力的 只是目前来看的话 不管是对于杜丰还是对我们 球员来说呢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争取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也就是打败澳大利亚以小组第1的成绩呢 晋级到下一轮 那么这样一来的这个成绩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心提升 也可以为后续啊 我们去真正亚洲杯呢 打下一个 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可以说目前来看到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的一个原因来看 中国对面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都有必要绝地反击 拿下这场 艰难的胜利 那么从目前来看来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呢中国对的很多的一些核心球员呢 也接二连三在社交平台发声放狠话 说出了他们这一次呢去面对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一个 整体的心态 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么徐杰呢在最近啊他的社交平台当中呢更新的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他起了个标题说来墨尔本只做三件事 但是具体是哪三件事呢他也没有具体说 只不过呢他在视频当中是首先拍摄了我们祖国的国旗 之后呢又拍摄了一个窗外的一个风景 那么从徐杰赛出的这番视频当中呢有些球迷就开玩笑说呢 徐杰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呢只做三件事 就是呢为了我们国家队的比赛 赢球赢球赢球再赢球 所以啊从徐杰这番表态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虽然说他并没有明说什么但是他既然说拍摄了我们祖国的国旗 就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 继续去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 为了最终国家队的成绩呢获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呢徐杰目前也是愁出满志 满志期待着下一场比赛的到来 而除了徐杰算那么周琪呢更是非常简洁大方简洁的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 直接两个字喊话三个字喊话 后天见 并且呢赛出了中国呢最新的集体罩 所以看得出来啊周琪这次呢也已经是整装待发期待着呢 在这一次个比赛面对澳大利亚能够啊去改正上一场比赛的问题 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从目前来看呢其实不管是徐杰周琪还是其他的主力球员呢 相信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也期待着在下一场去面对澳大利亚完整复仇 期待杜峰呢带着他们能够争取拿到小组第一的好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老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